香主要有分三種 就是檀香、橙香跟中藥香 檀香跟橙香在這邊沒有展出來 有詳細的想要吃到的話 就可以到新港香那邊去產 這邊展的主要是中藥香 這邊展的主要是中藥香 這邊的胡豆粿 所以這樣有些聞到的味道 就是胡豆粿裡面 就是有打開有散發出來的一些中藥香的味道 那其實呢 中藥香它其實有100種左右 但是呢其實比較常用的大概就是2、30種 然後其實像你們看那邊幾個瓶子 然後它就是都是一些香的那些原料 那用香的原料有很多種 那像有的時候就是 像肉粿是用樹皮 然後山蕎就是用它的那個 花吧 花 就是紫紫 然後還有一個比較特別的是那個 草草 山蕎 林 林草香 林草香 對 比較特別是林草草 那林草草它其實 它是用整株植物 就是可以 就整株就拿起來 然後封乾之後就可以做成香料 那其實香它的特色並不是說 它最大並不是一開始就拿來拜拜 它其實是 除了就是拜拜之外 還有就是祈福 祈福用的 所以不但全部是拿來計程 像早期的話 早期在戰國時代就有人在使用香 像田香草的話就是 他們會就是會拿來做成香包 然後把它帶在身上 然後是然後像真的那個味道 是一種君子的味道 然後這是其實 古代的人他並不是單純就是把香拿來拜拜 他們還有拿來做出很多廣泛的用途 請問這是做什麼 燒香 這個應該是一個香盒 然後就是可能在 應該是放香的 好像就是 很坦很坦很坦 對 所以這主要展的就是中藥香的部分 那再來就是 這個是用手啊 用腳 這個用腳啦 用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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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應該是 你沒看過我們看過啦 用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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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小時候都看了一下中藥店 用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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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不是用腳 不然人家問我 我說是手 用腳 這條 -這個鳥 用腳 -這個鳥 用腳 用腳 現在的中央很少 這個是用手 用腳 用腳 所以 前面就給你們錯誤的 講解 原料 因為到時候會有可能把它磨成粉 或者是做成別人用途 那是另外一種 那這個主要是原料的部分 先把他磨成這樣 如果你要細節的話就要去 你把孔子的表情很年輕 你把孔子的表情很年輕 好 可以了嗎 好 那這邊是曬香場 那只要沒有下雨的時候呢 我們都會把它拿出來擺放在這邊 然後就是 讓民眾知道說 香就是說在製作的過程當中 有這樣子的一個步驟 那就拿出來給大家看 但是如果下雨的話 我們會擺在那個走廊的那邊 疊放好 然後就是 經過的民眾也可以看 只是主要就是要注意說 不能夠被壓到 或者是被踩斷 就是主要才是用眼睛看 可以靠近一點紋沒有關係 但是就是 就盡量就不要去做觸控 那你們看到這個 現在這個線槍 它的最大的特色是說 你看它有在發亮對不對 那它發亮的部分 就是裡面摻的一些金箔 摻金箔 那主要是希望 是說讓大家覺得說 在拜拜的時候呢 有招財的感覺 就是說拜的可以 就是招一點財氣 所以就是在裡面摻的金箔 就是它的最大的特色 這也是中藥的嗎 呃 這個應該 那製作箱的 有很多種的原料 但不是說只有用中藥 那個環箱怎麼做 我現在講 我現在講 這個很像 我這樣用手 你們不要進來 我進來就好了 那這邊 就是一圈一圈 這種環箱 它的大小 一定它的時間 那大部分都是以十二個小時 來做 就是做一個間隔 所以這個 這個就是半天 十二小時 那這兩個都是一天的 二十四小時 這個是四十八小時 那主要就是說 看大家的需要 然後跟時間 然後再掛上去 那看每一個民族 或者是地區 他們所需要的時間 他們的習慣不同 然後分出這樣子的時間 那其實大部分家庭的話 比較常用的是 十二個小時跟一天的 然後其實像廟的話 說是什麼 再用到四十八小時 那 像這種黑色的 黑色的叫就是 烏塵 那烏塵的話呢 就是裡面 在製作方面 會加上木炭 所以就會變成黑色的 好 為什麼要加木炭呢 它就是 加木炭就是 因為 以前傳統的時候 香的時候 會比較常用的是黑色的 那想要就是想要就是用 就是烏塵香 那 為了就是要讓大家 就是覺得說 就是烏塵香 所以才會加上黑色的 然後它染成 黑色的 染色的 然後它染成黑色的 然後我們再也放下吃藍料 這邊一個小炮車 腳踏車的話 沒有大家看到嗎 然後 盡量聽我說 然後就是 所以腳踏車除了竹子的部分 其他都是用香去黏出來的 那你們看到像這個也是 這個是最大的 那它 可以燒一個月 這是最大的 然後它 這個紅線就是說 你在掛的時候 在燒的時候 就是 以免它散 因為長期掛在上面 潮濕水散掉 所以又會用紅線布 那這個東西在製作的過程 也是非常辛苦 因為如果你不要再黏的時候 你斷掉 嗯 你要想辦法再把它黏回去 會使用 要把它黏回去 然後讓它再乾的時候 不會再斷掉 所以就是說 這手工是非常的 非常的細 然後也非常的複雜 也非常的辛苦 然後 那輪胎咧 像你們看到這個花 也是用香黏出來的 它不是就是 塑膠 它也是 就是用香去做出來的 然後這個 這個整個車 他們在坐這個車 有一個意思就是 是香車美人的意思 那它為什麼叫香車美人呢 是 美人 美人的意思是 美好的人生 對 然後 香車主要是說 因為這整個車是 用用香做的 所以是香車 然後 主要它還是希望說 就像做這個 它不當然是一個 看起來像飲墊 它還有一種 就是掃把 就是很像那種 就是它一步的那種掃把 會讓你覺得說 你的人生是 充滿創意 跟充滿一些 想像跟幻想的 然後掃把 我們還有另外一種含義 就是呢 把壞的掃出去 好的掃進來 所以 這整個就是一種 就是讓你有一種 香車美人 然後美好的人生的意思 對 你們當人生的 下面那個 對 都是用香黏的 下面那個 蛤 那個也是香啊 這個也是 鐵 鐵的部分是鐵 這個也是用香 那也是甜價啦 然後黏它 對 上面再呼香上去 然後我們再來是往裡面 好多人在問那一句話是怎麼 我都回答不出來 好多人在問那一句話是怎麼 我都回答不出來 那這邊 那這邊 就是一個就是 品箱的一個 品箱桌跟品箱的牌子 這樣子 那它主要是說以前 宋朝的時候 古代的人呢就是 琴琦書畫嘛 那除了這些之外 就還有 還有就是 他們做這些活動之外 就是 象徵著古代貴族 才在做的這些 這個東西 那 那有花 然後有茶 有香 就是代表他們 古代貴族 有錢的人 他們做的一種休閒 那後面這幅圖 就是一樣 就是有花 然後有茶 然後有 然後它在品箱 然後還有一幅畫 那就是主要 然後象徵著 也是前面 前面就是擺出一個實體 讓你看到就是 對有花 也是有花 然後有茶 然後那個就是 是一種象徵 就是說 對是一種對照 後面的話 然後再加上前面 是一種 就是感覺 那像那個兩包的話 是香包 那像這個的話 就是它 一些也是香料 可以拿來 就是可以聞香這樣子 然後這邊為什麼放這個花 就是 牡丹花 牡丹花 牡丹花就是象徵富貴 所以這邊會就是 弄成一個牡丹 這樣一個壁紙 就主要讓你 就感受到富貴的氣息 然後我們再來看到桌上 桌上 桌上 桌上的上面呢 你們看到上面這些東西 也是用香做成的 那 比較粗的那個呢 是可以燒一個小時 然後 比較細一點的那個 可以燒半個小時 那主要這也是一個香燈 那它這個香 就是說 在 因為裡面有一個燈嘛 那香其實不單是燃燒 它就會散發出香味 其實它在 在熱的氣息之下 它其實也會散發出淡淡的香味 所以就是大家進來 也可以稍微聞到一點 那種淡淡的香味 那在這張桌上 上面這些擺飾 它主要也是 象徵一些比較 讓大家看到就是漂亮 跟一些這種富貴的氣息 那紅色那個不是紋香喔 它是日本的一種香 它是日本的香 那 它 它只是做起來看起來 很像紋香的樣子 那它其實不是紋香 它是日本的一種 它們自己做出來的香 來到這邊擺放 這個 像紙 你說圓的那個 然後你們看到上面 盤子上面那個 一個是炒豆蔻嘛 一個是 這個 哪一個 盤子 那個碟子上面 對 然後另外 對對對 另外一個是 這是豆蔻 對 炒豆蔻 然後另外那個 木頭也是 就是上面放了粉之後 也就會燃燒比較久 然後放 可以是放在後面那個香爐 後面那個香爐裡面燃燒 那就會 就會有香味 跟 跟煙燒 可以在上香燥嗎 沒有 這邊沒有 應該是這種香燥 你放到香爐裡面去燒的話 那個煙很強的 很強 不適合放在室內 這些辣植白在幹嘛 擺好看 三角那個 就是演唱在夜市看到那種 對 它 味道我現在沒有辦法跟你確定 但它就是每一種 顏色或什麼 它們都有它們自己的味道 那主要就是那種就是 放在那種 就是 比較像是夜市場那種 像這種 可以放 看你是要放在什麼樣的地方 然後讓它燃燒 然後也是會有香味 中間那個呢 這個 這個就是日本的香 它不是聞香 它是日本自己做 因為日本的聞 日本人 他們對於香 是比較拿來是享受跟娛樂 他們 他們的用途是更公泛的 然後我們在這邊 這邊 這是幹嘛的 這是什麼 消燃煮飯 還到來一塊兒 給你點香的 點香有煮 對啊 watgele 我現在沒有 那自己呢 那是什麼 還在車上 我現在沒有 我會有 你不可以 不是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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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